我听说您一直在做策展人 对 追随着爷爷的足迹 我也是想 如果能按照祖父这个足迹 来推广中国艺术 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事 当时是抗战胜利70周年 和徐备红诞生120周年 我去的日本 搞了徐备红师生展 将来我还想去按照他的足迹 去法国 意大利 德国 我现在也在做 就是儿童的展览 因为很多外来的这个因素影响 高的价钱 会误导人认为是好画 很多作品实在不敢公文 我们想给这些小孩 一个正确的美术观 就是我们看好的东西 看美的东西 不要从别的地方去 做太多的想法 一定要保护孩子的 这种天真和淳朴的东西 一定要给后代留下一些 高尚和友谊的东西